我们找几块品质味道,一起来研究研究 颜色好了 颜色好了,这种丝都有点泡 白底青的这种颜色最好买,我跟你说 这个出来肉细啊,好吧 但是这个颜色很有几层,你是不是这样 它不是射带吗 它的,好像是这样长进去的 我跟你说,这种丝都不好说 这种颜色有可能是这样长进去 万一这种丝有机会 有机会切爆 它把皮全部给喘了 给你看这个表现的看不到 看不到 表现的看不到 哇,这种丝头皮给喘了 你找不到这个颜色的走线 哇,这种丝头我给你讲头的人都 赌心打 赌心打了 赌心打了 我们上次摆到那一个就是 看着颜色再怎么应该有起身 结果听下一层就没有了 所以这种东西是这个颜色 要么就是大胆 要么就是垮了一套糊 这块颜色不错啊 这个基础的颜色啊 这个算是一个半满色的状态 花色啊,而且总的话相当的好 总不错 虽然没有手足 但这种料子的话 做这个牌子啊 做一些挂件 手足的话 有机会啊 有机会 数量不多 这种料子的话 能够堵出来这个 一定数量的手足的话 就是能够大胆 比较的话 是十四万八千欧元 翡翠的这个文化体系学问的 这个构建的话 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 就是很多朋友在问我啊 来就想学这个赌丝的一些 这个文化体系 这个我觉得是怎么说呢 叫一步瞪天是非常难的 这个行业的话 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点啊 对于行家来说 一个学识的一个积累 不外乎 就是对这些预料的一个价值把握 首先的话 大家一定要对这个 对行家入门来说的话 一定要对成品的价值体系 有一定的把握 然后再逐渐 对一些这个切口预料的一些理解 切口的一些这个变数 只有经历过很多的这个 要切入了这个经验变化 才能够明白石头啊 这个裂啊 或者色带啊 一些这个敞口啊 综合的一些变数 在切口上面 要积累这个大量的这个知识 然后最后 这个行业里面 最深度的学问就是赌丝了 因为赌丝也是 于是变化最大的一部分 所以的话 对于以前这个行业来说 真正赌丝的这个商家 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个赌丝的这个学问体系的话 也是最复杂的 这边有点不错啊 是你的装可 这个 手术比较多 像画的 有点夹 夹这个棉有点讨厌 像我们对这种 遇到这个理解的话 就是首先看它这个总体的表现啊 对不对自己的这个装可 对装可的话 综合的像这种预料的话 基础的这个品质的话 只有手术有价值 其他的这个牌子啊 花间这个价值不大 所以的话 开始理解的话 就是看这个手术 一个台面上怎么打数 这个台面就是明的 一个台面打多少多少 然后再分析这个石子这个 这个裂系的一些这个综合的一些变数 啊 结合这个旁边 这个的话 要结合一些这个石头上的一些经验 学问 城壳的这个变数啊 啊 或者说这个起货好不好啊 啊 这个裂的变数 判断这个石头 到底有大概有多少条手术 然后再进行一定的折扣 这个所谓的折扣 就是你的这个利润点啊 一定要学会折扣 如果是你打得满打满算 除非你运气特别好 在里面切涨了以后 这个你有钱赚 你的折扣就是你的利润点 然后再根据这个底价 综合来这个投这个标 像我们有很多这个经验是在 在这个里面的 一些这个体系 比如说这块预料 这种列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怎么判断呢 第一个它是黑皮预料 黑皮预料的话 它这个列系啊 相对来说 类伸列是比较多 我们打这种台面上的 这种手术的这个数量的话 比如说这个一个台面 有四到五条 我们到下面的话 我们只能够打两到三条 因为缅甸人的话 他这个切这些预料啊 他这个第一刀的话 切得是相当相当的厉害的 打两到三条 然后根据这个台面 它的厚度 到最后打多少条手术 都会来算 每一条手术的话 你要懂这个架子 像这样一条手术的话 我们看一眼下去 这个架子的话 应该在 这个手术的话 这个打到一万 一万二到一万五百 一万二到一万五百 平均打四条 一条 我们打架来 他就要打那么多 一层打三万 就算了 看能够多少 这个就是一层 你打三万块嘛 对对对 这个差不多 一层的话 根据这个预料 要了解这个价值值 这个HT就要 它也有起来 首先 刚才我们聊的 你要对于这个成品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价值值得把握 这个一层打三万块 这个有多少层 再算下来 再进行投标 一些折扣 根据你的市场 综合行情 根据你的消化能力 来判断要不要充一些这个价钱 这个每一块 遇到这个座架盘架的话 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对装的遇到也比较少 这边遇到盘架下来 应该就在这个中六左右这个价子吧 中六左右就是 四十到六十万左右 但在这个标签里面 这个都是一种角逐吧 这个底价的话 一般都不轻易漏地 公盘的这种大预料的话 对于商家来说是比较喜欢的 对于缅甸政府来说的话 他们这种预料的话 在公盘里面 他们都会给是相对低的价钱 这种大预料 因为透气的盘货成本比较高 然后比较高 所以一般这种大预料 这边回去的话 你现在的市场行情 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利润吧 多多少 会有一些这个利润在里面 只要是这个变化不大 这块预料的话 三吨 2.9 这个底价是 三十 三十八万欧元 三吨的话 像这种预料的话 一出手足的话 就是几千条 两千条以上 对于一个完美度非常高的预料来说的话 怎么去作家手足呢 对于手足 像我们盘手足 三家的话 都会这样去考虑 也是经验之谈 完美度非常高的一块预料的话 差不多最好的一场状态 像那种豆腐块的话 就是一公斤 可以吃到两条手足 到2.5条 这个最完美状态 每一届工盘的话 免电工盘的话 交易规模都比较大 最近最几节的这个交易规模的话 都是超过人民币三十亿 历史上交易最大的一次 因为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工盘 最后它的公布结果 是三百亿 三百亿 当然可能有这个一百多亿左右 没有提获 那个也是翡翠的最疯狂的年代 这个一三年一四年左右 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翡翠市场的 每一年的这个成交额 非常的大 互联网时代 把这个翡翠市场啊 这个拓展的更宽广了 这个据官方统计啊 每一年国内的这个翡翠交易额的话 现在是超过八百亿人民币以上了 每一年 所以我们可想而至啊 在公盘 虽然说这个每一年的话 有这种过百亿的产出 但是更多的这个翡翠来源的话 还是是公盘体系外的 一些这个商家们各权神通 把予料这个派回国内的 这里是内比都啊 内比都也是这个缅甸政府 08年迁租以后的这个国都了 呃 这里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 通旷一点的国都吧 啊 除了每一次的这个开工盘 这里比较热闹 平时的话 呃也是比较人烟稀少 对于缅甸来说还是是 现在还是是眼光热闹一点啊 啊 啊 每天政府在这个做内比都这个规划 规划的时候 还是想把这个翡翠这个产业基地啊 做成一条产业服务链 就是从切石头到后天的这个加工 那个时候接触了很优惠的政策 啊 包括在内比都你建厂也好啊 啊 这个有技术的工人过来也好 免签啊 或者三年免租金啊 还有提供很丰厚的一些地方保护制度 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市场给形成 因为这个翡翠的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特别是现在这个翡翠市场保护的时候 啊 对于普通的这个预产的话 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的 对于这种精英级的这个商家来说的话 每一个人又能自立门户 所以的话在后产业阶段啊 这种想建立这种流水线的 一个完美的啊 一种规划型的一个翡翠市场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的 加上缅甸的各种这个条件啊 政治条件和这个客观因素的一些不稳定 也导致到这边始终啊 只是一个翡翠产业链的这个前端或是后端 啊 在缅甸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加工这一块的话 就是属于手镯和这个界面 可能相对多一点 真正的这个手镯市场啊 客观说一个大数据 缅甸可能只占到这个翡翠 整个手镯加工市场了 连百分之五可能都不到 更多的是在国内啊 我们不否认这个源头的一些这个性价比的一些基因 但是因为这个翡翠行业啊 它这个客观来说的话 它这个源头性是相对的 因为它源头是带堵的 每一块预料的话都会有很大的变数 就是比如说你像这一块预料 你买的再便宜 可能你运气不好吃下去以后 你可能这个都会亏 亏了以后对于商家来说的话 可能心理上为了弥补心理的落差 你想把这个技术架势给提起来 所以它的这个源头性 或者这个性价比啊 就不会太好 对一些这个买的比较高的预料啊 或者说运气好 过程中独涨了 它这个可能性价比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行业的这个变数啊 特别特别的大 它的源头效应的话 没有真正的源头性的那种概念 也是翡翠的这个魅力吧 所以很多这个追逐源头的这个 这个参加也好 外行也好 在这个行业啊 有时候都找不到这个真正的一个支撑点啊 真正的源头就是你的这个经验之谈 对这个翡翠市场价值的一个深度理解 一个精准把握 总体来说这个学问的话 我们讲的这个翡翠的体系学问的话 就是一种概率学了 在很多这种掌掌垮垮的一种大概率回归下 对于一种精准概率 这个也是真正的这个翡翠的一个知识体系学问的 非常非常复杂 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块是一个重量级的预料 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读啊 这一块的话 在这边画的有这个手作 也是刚才过来的商店 这一块的区域的话已经到冰了 冰种 而且带这个色 这块技术价值应该是非常的高 是一个切口料啊 这个底架是不做数的 这个五万欧元 这个随便 这个十条手作的话 远远差不多这个价值 像这个的话 就有经常我们这个 在赌诗工人的话里面讲的这个 跑这个白武啊 这些白武 这些是很难看到的 这样在公开里面 但这种就特别特别的多 大家这个漏一下啊 就是我们对这种 是个这个价值判断 他们这么一块这个 这个手作下来的话 价值应该在八十万左右吧 个人采访